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有四个内容 第一 选民的注册以及状态查询 第二 是联邦的选举简介 第三 德州的州级选举简介 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选票上这么多人 我该选谁的问题 那么开宗民意 虽然宪法赋予每一个美国公民有选举的权利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德州必须要注册选民之后才能够投票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注册必须在选举前至少30天完成 如果比如说今年11月3号大选 你10月28号想起来了 呀 我还没有注册选民 对不起 你错过了这个温度 只能等下一次了 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要 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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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不同的群里边看到很多朋友问 我说公民很多年了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注册 从来没有投过票 那这种情况下很抱歉 您没有99%的可能 您没有注册选民 您不能去投票 请大家这一点一定一定要注意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有的朋友问说 我记得我好像当时入籍的时候 添过一张表 对 那个表呢 就是你的选民注册表 但是你注册完了之后 如果连续几年没有去投票 那你的status可能就变成了inactive 那么我们下面一个slide 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查询 我是不是选民 我的选民状态是怎么样的 以及如果我的选民状态是inactive 我怎么样领取选民注册表 那么选民呢 选民注册呢 它是这样子的 这些都可以在周务卿的网站上查得到 这个link我给大家提供在这里了 等我回头把这个slide做成pdf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点这个link就可以 或者你在google里面type in how do I register voter 就可以 然后这个呢 也是底下如何选取选民注册表 也是在周务卿的网站上 也可以查得到 那么第一个link点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页面呢 就是这张图片显示的 我们先来看右边 右边有给你几个选项 一个第一个这个叫valid voteruniqueid和你的生日 那当然这个id谁能记得住 我觉得到这个岁数能把生日记住就不错了 第二个呢是德州的driver's license加你的生日 第三个最简单 名字你的county和生日 当你把这些都打进去之后 会告诉你的状态 那么这里我有一个蓝圈啊 这一点我是上次忘记讲的 这个蓝圈里边呢 它会告诉你 如果你把这些信息都输进去之后 这个蓝圈就会告诉你 你是不是注册选民 你的postation是哪里 有没有early vote location 你的registration information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都在下一张资料上面 好 这是一个sample哈 比如说我输进去一个信息 然后他告诉我啊等等等等等等 告诉你注意这里是voter status 是active 那说明你可以了 好了你可以去投票了 然后看右边 右边就告诉你 在upcoming elections 如果比如说我今年是 今年查询的 那他会告诉我 今年有这些选举 然后你点这个 比如说 early vote runoff republican 你点进去之后 他就会告诉你 谁在选票上面 你的 以及一个 投票站的列表 好 如果你发现 我没有注册 或者是我的 voter registration 已经过期了 这个状态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点击第二个link 来跟州政府要 这个voter registration form 这个form 还可以贴心的告诉你啊 postage paid 所以你把这个 申请表贴完了之后呢 你不要不要去贴邮票 可以省你五毛钱 这一次可以要五个 比如说你家里有五个voter 你可以一次要五个 如果家里有七个voter 你就得只能是分两次来要了 这个voter registration form 是这个样子的 基本上就是 问你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 姓名啊 家里 姓名啊 生日啊 地址啊 搜索号等等 如果是住在 Harris County的朋友呢 这个 这个county啊 他还提供中文的注册票 只不过 他是繁体中文啊 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习惯于添中文表 这也是一个选择 贴好的表呢 可以邮寄 也可以送到 以下的地点 在Harris County的话呢 你可以送到任何 Harris County Tax Office 我这里呢 因为上次准备的时候 是给Kitty的朋友准备的 我就把一个Kitty地址 列在这里了 如果Harris County 其他的朋友呢 可以点接这个链接 我们来看一下啊 都有哪些 你看有很多很多的office 从 downtown啊 到北边的 Separist那边 一直到南边都有 这就是漏的比较慢 它有很多地址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表 drop off到任何location 都可以 在Fordbend County呢 它有只有一个 你要放 你要送到这个 Fordbend County Election Office去 另外 重要的事情 说到D 说DN便 选民注册 必须在选举前 至少30天 一定要把这个数字记住了 好 那么当你收到VolterRetrocard的时候 这个我在网上找了一个 Sample Card 它这个东西找 这个样子 上面 有你的uniqueVolterID 有你的号 然后这张卡呢 你就收到之后 签名就放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 得到投票的时候 你到投票站 只需要出示你的驾照就行 如果没有驾照的话 护照也可以 任何Volet Photo ID都可以 你不需要带这张表 我戴的群里边 有人有看的朋友问 说哎呀 我的Fordbend Regist Card 找不到了怎么办 没关系 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带着驾照去就好了 这张图呢 是Fordbend County 投票站的这么一个简图 你可以看到很多啊 当然靠近 靠近那个Sugarland Missouri City这边比较多 在KT这边呢 就主要是这么两个 一个在Sinkple Ranch Library 一个是在Tompkin High School Sugarland的选择多一点 然后往Missouri City这边 也有一些 那这张表 就是今年Early Vote 今年那个Primary Run Off的 投票站的这么一个表 因为上次 电影师给KT朋友讲的 所以我就把KT这两个 location highlight起来了 那么 但是Fordbend County 所有的投票站 都在这张表格上面 这张表格上面 也可以在网上找得到 而且我看到 那个晶晶竞选区那边 还有其他的区那边 大家都在发 都在发 都在share啊 所以 我建议大家存起来 免得到时候 你说哎呀 那个表格我找不到了 比较麻烦 Harris County 投票站特别特别多 因为它 County很大 而且人特别特别多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link 是它的详细地址 我就不点了 时间关系 它点开之后 有十号集儿 特别特别多的地址 那么 离我们比较近 因为KT有一些朋友 住在 她的address 是在Harris County 那么 比我们最近的 就这三个地点 基本上是在 十号公路左右啊 可以在网上查得到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 联邦选举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政治结构呢 它叫三权分立 哪三权呢 立法权 司法权和行政权 立法权包括国会 也就是 这个 Legislative Legislative Congress 有两院 大家 一定要搞清楚 一个是House 也就是中文讲的 众议院 为啥叫众议院 因为它人多呀 四百多人 对吧 还有一个House 叫做Senate 也就中文叫参议院 所以我们说的议员 议员 议员 或者是国会议员 怎么怎么样 它实际上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众议院 议员 一个是参议院 议员 司法权包括联邦法院 和最高法院 那么现在呢 有13个Federal Courts 还有一个Supreme Court 这个Supreme Court 大家听到的比较多 因为近一阵子 他们有几个 比较著名的案例 这里边有九个大法官 九个judges 行政权呢 就是总统 Executive 这三权呢 互相独立 又互相牵制 那我们在新闻上 可以看到 他们动不动 就恰起来了 要辩论啊 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国会 这个众议院啊 相当于英国的下议院 它的议员人数呢 取决于州的人口 也就是说 州的一个大州 人口多的州 它的议员人数要多 人口少的州呢 相应的议员人数就少 以前这个议员 众议院的议员人数 我记得是变过一次还是两次 但是1929年以后 有一个法案啊 叫做Permanent Appointment Act 经过1929年以后 这个法案呢 那么议员人数 众议院的议员人数 规定在最多 不能超过435个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 它就固定在435个 不管你这个州的人口 是急剧的膨胀 还是 你的人口 流出 这个议员人数都不再变了 加州是美国人口第一大州 相应来说 它的众议院的人数 也是最多的 它现在有53个议员 第二大的人口大州 也就是我们德州了 德州有36个议员 但有一些人口 特别小的州 它一定有代表 到国会去替他们投票 对吧 那么现在有4个州 只有一名众议员 这4个州呢 都是哪里呢 除了DataWire之外 其他都是地广人性的地方 阿拉斯卡 Montana和North Dakota 每一名国会众议院的议员 他的任期 一个term是两年 也就是说 他被选上之后 他in office两年 两年之后再选 但是 没有term limit 也就是说 他可以选一届 当一届 就再选上了 再当 可以无数次的被选上 只要他愿意去选举 而且也没有 退休年龄的规定 这个也就是导致了 为什么 你看这两天 川普经常 总统川普经常 跟人打嘴架 说谁是谁 in the office for how many many years 这就是原因 因为他没有term limit 他可以在医院 当无数 无数届 比如说 众议院的头号人物 Nancy Pelosi 他在这个众议院 已经当了35年 还是38年 很长很长时间了 那么 每两年 他的人气两年 那你不能说 每两年 所有的435人都重选 这样的话 成本太大了 所以规定呢 每两年 有三分之一的议员 重新选举 好 参议院就很 参议院呢 就很简单了 参议院就规定 每个州 是两个人 和人口没有关系 他这样子呢 就很大的保证了 这些人口少的州 小州的权利 你不能说人家 人少 就不让人发声 对吧 所以呢 不管州的人口大 人口多少 加州和 阿拉斯卡 是一样的 每个州 都能够两名 参议员 参议员的任期 要长一些 一个term是六年 同样 也是没有term limit的 每六年 也是他有三分之一 大概三十三个 三十二个 这个议员 重新选 而不是一百个 全部重新选 那么现在来讲呢 德州两名参议员 一个是John Corning 一个是大家更熟悉的 共和党的信心 Ted Cruz Ted Cruz 现在没有选情的压力 他下一次 Election 是2024年 今年 要选的是John Corning 好现在就涉及到了 这个美国的 这个叫 Sorry 叫选举人制度 也叫呢 赢者通吃 Winner takes all 这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上面看 挡住了 不好意思 上面这就是 上面这一行字啊 就是告诉你 一共是有多少个 在总统选举当中 一共有多少票 那么上面被挡住 被这个Zoom挡住 这一行字 我们刚刚讲过 众议院啊 众议院有435名议员 对吧 加上100名 参议院的议员 然后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 2016年的选举地图 为什么总票数是538呢 还差三票呀 435加上100 这么还差三票 好 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DC 华盛顿特区 他有三票 可以投总统 对不起 上次这个是我忘记 上次讲的时候 我忘记讲这一块了 所以给大家道个歉啊 这就导致了 他的总票数是538 那么有一个著名的网站 叫270 to win 为什么270 因为538 你如果拿到270张选举人票的话 就赢了 这个什么叫赢者通吃呢 比如说拿德州来讲 德州的话 好 在2016年 特朗普在德州拿了最拿了超过50%的人投票 也就是popular vote 那么特朗普在这赢了之后呢 这个德州的议员不分党派 不管你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 按理来说都应该投给特朗普 也就是说他在德州应该拿到38票 那么我们要想只有38个人 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叛变的 有 2016年在德州还真有两个叛变的 这两个议员呢 他就没有投给特朗普 我们来看 这张图 这张图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德州的计票完成之后 特朗普拿了超过50%的人投票 有36个议员 regardless of the party 投给了特朗普 还有一个人投给谁了呢 投给了Paul 这个人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还有一个人投给了谁呢 Kassish Kassish是原来Ohio的州长 他在初选中竞选过总统 然后还有看脚上这个 脚上这个Washington Washington州有4票返水 有3票投给了谁呢 Paul No clue 这人是谁 还有一个人投给了谁呢 有一个人投给了叫Spotan Eagle 这不是真正的Spotan Eagle 这是一个Indian人 Native American 他当时run for president 他拿了一张选举人票 然后还有一张 还有一个 也是挡住了 Hawaii Hawaii有一个人投给了Sanders 但是基于赢者通吃的原则 这两票 不管他投给谁 对不起 最后在计票的时候 Final count的时候 川普在德州 还是按38票来算的 所以你看 我们再回去看这张图 最后的 Final result的时候 说川普赢了306票 克林顿赢了232票 可是你看 当就是actual计票的时候 川普是304票 就是因为 德州那两票 没有投给他 然后希拉里是227票 这张图是德州的众议员选区 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链接 可以看一下 可以大概一起看一下 德州的这些众议员都长什么样 好 这个网站就提供了所有众议员的照片 及他们的网站 那么我们一定会有 刚才讲过 德州有36个 国会议员 就是这些人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 第四选区现在是空缺的 所以他今年 我猜他今年应该是 要参加 要选举 那么这张图呢 就是告诉我们 哪一个 哪一个区域 属于哪一个议员来管 那你看23选区 为什么这么大片地方 然后你看修斯顿这边呢 很多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就是跟我们刚才讲过 众议员是按照人口来分配的 人口稠密的地方 那么他的选区地域就相对来小 人口 人地广人气的地方呢 他这块就大叫El Paso 这块特别特别的 没人嘛 大概农场一大片才住一两个人 那城里修斯顿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再把这张图来zoom一下 那么zoom一下 在修斯顿附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 修斯顿附近也是有很多选区 从第二选区到第二十二选区 那么 那么对于我们 咱们华人朋友聚居的地方 基本上是二十二选区 Sugarland Katy Rosenberg Richmond 这一块 还有第九选区 第九选区就是应该是Katy的这一个角 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第九选区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进城里面 中国城那一部分 然后在北边的朋友呢 是在十八选区和二十九选区 这就是 这次我们在选票上看到的一个职位 你会看到CD22 Congress Candidate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数字是22 因为我们在这一块的国会选区 是第29选区 22选区 sorry 好 总统 总统 大家很 大家应该 很熟悉啊 任期呢 一个任期是四年 最多 连任两届 那么 连任两届 这是1951年之后 在宪法第22 修正案 才规定的 在之前 是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 呃 程序吧 因为 美国的开国国父 华盛顿 他只当了两届 别人不好意思 超过他的人气 只有一个例外 历史上 唯一一个连任超过两届的总统 是Franklin Roosevelt 但他那个时候是战争时期了 二战 他一共任了四届 最后死在了任上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 很可惜他没有看到二战争的胜利啊 现任总统呢 金毛世王 打到创 所以 美国这三个 政府机构啊 互相牵制 互相制约 所以呢 你看 总统他特别在意 两院的 这个 颜色吧 是共和党控制 还是民主党控制 如果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 两院都是民主党控制的话 那么他们办事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比如说一个法案 共和党想 共和党议员提出来 我想通过这个法案 首先要在 House Congress来投票 那么需要投票 投票通过的话 你必须要达到简单多数 如果是民主党占优的话 大部分他们按照党票 党派来投票的话 那你共和党的提案 就会开死 过不了 所以到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他为什么签发了那么多的 总统令 就是因为他很多很多的法案 他在House和Congress 过不了 那个时候两院都是共和党控制的 他就没办法绕过国会 把总统的权力 Executive Order的权力 赢驾于立法权之上 他发布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Executive Order 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那么另外还讲一下 这个在立法层面 Congress来投票的话 首先这个提案在House要提出来 他们讨论了打架 这个过程有长有短 需要通过简单多数50% House通过了之后 送到Senator Floor去讨论 Senator Floor再讨论的话 也是简单多数50% 超过50%的人同意 那就送到总统去签字 总统签字之后就变成了法律 那你聪明的 大家肯定想到了 Senator是正好100个人 他是50票 50%就是50对50 这个时候就平手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VP出场了 VP会投出来他的原子弹票 那么也就是 多一票嘛 这个是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发生过一次 他们在讨论的一个法案的时候 Pence出马了 投了他的原子弹一票 好 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作为这个 这个司法机构呢 他所有的法官任职都是终身的 而且联邦法院所有的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票上见不到联邦法官的职位 联邦法官任期为终身 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 Ruthy Ruthy Jinsberg 那个最高法院的年最年长的 自立最老的 之一的老太太 她都80多了 她现在身体不好 她不退休 因为她不想退休 她不想退休 总统也没有办法强迫她退休 除非这个法官自动辞职 或者是在任上死亡了 因为种种原因死亡了 被弹劾 被定罪 被免职 反正被弹劾 被定罪 被免职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现在来说呢 联邦法官一共有870个 包括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9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她还有179名巡回法院的法官 另外还有673名地区法院的法官 还有9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 好 下面来看第三个问题 德州州级选举 德州的州政府结构呢 和联邦是非常类似的 也是分三权 三权分立 立法权是州议会 也是类似 分house和senate两个floor 司法权呢 州法院 行政权 executive 是governor 州长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好 德州的众议院 因为德州人多啊 地广啊 人多啊 人数 众议院非常的庞大 还有150个众议员 和congress 类似的 任期两年 都是在偶数年选举了 这个德州众议院议员呢 也没有任期限制 那么我在这里啊 就是把我们附近的这个众议院的图啊 给大家放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的 Foucher Katie 这一块啊 我们是 德州众议院的28选区 那么舒克兰的呢 舒克兰的这朋友 你们是在第26选区 你们今年应该是有一个 有一个议员选举 那个Josie Josie Josie是吧 她是在共和党的选票上面 州法院 这个好像有点乱啊 这两张这个 slide顺序放错了 我们先讲一下参议院吧 参议院 和国会的参议院是类似的 德州有30个参议员 他的任期比较奇怪啊 叫244制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10年之内 他选上第一个term 两年 两年之后 重新选举 选举如果再被选上了 他就当4年 然后他再选 再当4年 这就10年了 10年之后 他再选的话 那么他又是244 这样重复 同样的 和 和这个联邦的参议院 是以类似的 也没有任期限制 一个人可以 职业政客 他可以无限期的当下去 也是偶数年选举 那么 德州参议院的 大概期的位置呢 我就把休斯顿这块的给 给截了个图啊 我们这块呢 你看这个 我们苏格兰的呀 KT呀 包括 这一边啊 我们大 大多数朋友 应该是在17选区 因为今年 不存在 不存在我们州里 参议员选举 所以可能大家 没有太关注这里啊 州法院 第二权 立法权 州法院呢 有一点和联邦是不同的 它是由选举 选 选举 选民选举产生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会在你的选票上 看到 judge 谁谁谁 for district 这就是取决于 你居住的区域不同 那么这个 judge的选区也不一样 州法院 它分两个branch 一个是trial judges 一个是appellate judges 第一个呢 它是任期四年 第二个呢 它是任期六年 好 我这里放了一个link 大家来简单的看一下吧 这个州法院 是非常非常的繁杂 美国的法律 本身就是多于牛毛 美国的律师 就是比牛毛 还多好多倍 好 你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个appellate court 它有三个 也有三个department吧 这个trial court呢 又有三个department吧 我们随便找一个 打开看看啊 比如说 district judges by judicial district 看看它有多少页 这个有15页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county 比如说 你来找一下啊 Fort Band FortBand 这里告诉你 谁谁谁 是 你哪个选区 你选区 第240选区 在FortBand 谁谁谁 judge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去看别的 这个法官的列表 它更长 我今天上午打开一页 大概有几百 几百页的法官 好 州长 州长呢 跟任期和总统 是类似的 他的一个任期 一个term 也是四年 没有任期限制 他可以选 无数次 可以选无数次 我印象里 德州也没有连任的限制 就比如说 一个人如果愿意选 他被选上 他可以被选很多次 有的州 比如说他一次 不能连任两届 你之后 你休息一段时间 你可以再回来选 每一个州的规定 是一样的 也是偶数年选举 所以偶数年 是选举的盲年 现任州长呢 是Greg Abbott 他是共和党人 他之前呢 是当过 当过德州的Attorney General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朋友 特别关心的问题 那么就是 我该选谁的问题 大家知道 从Hamilton已降 或者从Lincoln已降吧 自从两党正式形成之后 美国的旅党向党 也就是民主党和共同党 这么多年 一直掐 各种各样的问题掐 这些年 尤其是掐的特别特别的厉害 那旅党呢 Democrat 向党呢 Republican 有时候大家喜欢说 蓝的红的 那就是蓝的什么意思呢 蓝的就是民主党的颜色 红的呢 就是共和党的颜色 所以有时候就说 我们德州是红州 这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共和党占优的州 而且是 这个 在总统选举中 共和党的总统 赢了德州选举人票的州 所以就是 红州 像加州从1984年以来 就没有共和党的总统赢过 所以呢 加州这样的州叫蓝州 这一边是一个简单的比较 当然 不是 不是很 全面 也 不是 百分之百的正确 可能是啊 我是在网上找到这张图片 给大家简单的比较一下 那么就是两党在政策上的 主要的分析 包括教育啊 包括这个 经济体制呀 包括这个宗教啊 包括 包括持枪的问题呀 包括移民问题呀 等等等等等等 这里他说啊 民主党是 随意冒名投票 其实这一点呢 他也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正确 美国现在有 18个州 是不需要ID就可以注册选民去投票的 这18个州呢 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州 而且呢 迪迪确确民主党这两年在这个投票作弊上面啊 是名声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 这个是 这是随意冒名投票的一个由来 那么 绝大多数的 要求 photoID的州 都是共和党的州 所以这一点也能看出来 两岛在这个 选民的 integrity上面的 这个区别 好 现在呢 我们 就是说到 华裔的核心价值观 我个人的理解啊 咱们华人吧 特别重视 以下的 这么几点 第一 教育 那不管我的 不管咱们华人的父母 是什么样的教育水平 不管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 所有的华人都会倾其所能 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甚至所有的东亚文化吧 都是有这种传统的 那么 考虑到两岛在教育方面的分歧 AA 有的朋友听说过 有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 那么这个AA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其实就是说 在教育上面 按照族裔来分配教育资源 比如说前一阵子 这一阵子吵得沸沸扬扬的 加州的这个ACA5法案 就是说 在加州的公寓大学里面 要实行种族配给制 那么你华人在加州 比如说占人口的比例10% 那么这个学校只能接收 11%的华裔学生 我不管你学习有多好 我只能是从你这个华人里面 找10%最优秀的 那可能50%的孩子 都比其他的孩子要强 但是对不起 因为你的种 因为种族配额 你不能享受 跟其他族裔孩子一样的 平等的教育权利 这个一点 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 反对民主党的 那么共和党呢 反观 刚才我们那张图 共和党是强烈的反对AA的 家庭呢 我们华人是非常重视 就是家庭 家庭观念非常非常强的 这么一个民族 那么家庭方面 我们是尊重传统婚姻呢 一男一女两个娃 还是说LGBTQA 这个字母已经长到 我没有办法理解了 现在就说有57个 不是58个不同的性别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我非常非常反短 反感民主党的这么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勤奋工作 我们华人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不管是在哪里 不管你来美国的时候 你是兜里一分钱都没有 还是家财万贯 whatever 华人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相信 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 通过我们的双手 我们会赢得我该有的生活 那么考虑到两党的政策 那是你是选多劳多得 鼓励你多劳多得这个政党呢 还是选喜欢滥发福利的那个政党呢 在欧巴马任期 这个美国吃福利的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 那么这样的总统 我是不会选他的 另外一点 还有最后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 都是由尊纪守法的功名构成的 那么这个law and order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前一阵子我们很多 休斯附近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自发的组织起来去给警察局送饭啊 送一些小吃啊 东西在其次 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告诉警察 我们非常感谢警察对社区安全所做的贡献 我们华裔作为一个族群 我们是respectlaw and order 我们不希望这个社会发生chaos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社会回到丛林社会 所以呢 两党在这些日子的话题 如果大家关注social media 一定会注意到 那么所有的共和党的大佬 都要跳出来说 defend please 那么说错了 民主党的大佬都跳出来说 要defend please 甚至民主党 我们曾经书过过那么多年的一个地方 minnyapolis 它city council已经投票 要把minnyapolis的警察局解散了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来讲 没有警察 没有警察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 好 现在 从这个周一开始 很多朋友 就积极的去投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令人特别高兴的事情 那么这个投票是干嘛呢 有个朋友说 我投票了 到底我是投什么呢 我不太理解 好 这个投票 叫做初选的run off 什么意思呀 我们知道今年11月份有大选 对吧 大选你要从总统与将 各级都要选 各级的这个government official 那么在选举之 在这个候选人 最终的候选人出现在11月份选票之前 各党都要有自己的初选 你就是每一个党要选出来 自己那个唯一的候选人 在每一个位置上选出来 唯一的候选人 这个就叫做primary 但是在德州吧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在primary里面啊 很多候选人 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 拿到超过50%的人头票 他这两个人呢 就要重新选一下 这个就叫run off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这个选票啊 和三月份的初选选票相比 少很多 因为大多数的职位 他有一个候选人超过了50% 有几个职位呢 没有一个候选人超过50% 那么其中这 这个几个职位呢 包括大家都有很多朋友认识 也熟悉的张晶晶女士 J.G.Clamis J.G.Clamis 她是这次是选 Fordburn的Tax Assessor 那么这几个职位呢 我大概提 就是我的个人意见 我的个人理解 那么各位朋友 还是您按照您自己的意愿 去投票 我个人的推荐 那么你就是参考一下就好了 那么在我们Fordburn的Count 有这么几个职位 一个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U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22 因为我们Fordburn的大块 是在22嘛 有两个共和党呢 民主党的朋友不好意思 我不投民主党 我对民主党的候选人 完全没有研究 我这个给的例子是共和党的例子 那么共和党在RUNOFF里面 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Troynails 一个是Cathleen Wall 那么我个人投的是Troynails 原因呢 很简单 Troynails呢 他当Fordburn的Count 的Sheriff 警长当了很多很多年 他在Fordburn的Count 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对这个local的安全 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Cathleen Wall呢 首先他这个人 他并不住在我们选区 他是为了选举 而选举在Fordburn的一个地方 买了一个Townhouse 有一个地址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 Integrity 诚信成问题 另外一个点呢 我曾经在2月份的时候 在投票站 做义工的时候 见过他 给我的感觉 非常的不好 就是那种 很自大的感觉 不是很平易近人 他觉得 可能觉得我是亚洲人吧 whatever 反正他给我的感觉不好 另外还有一点 我的老美朋友说 参加过他的筹款会 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感觉吧 我有钱 我有钱 老娘有钱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Troynails呢 是一个更solid的 candidate for the position 另外两个position 这个我们是在 这是我们KT附近的一个judge Sugarland的朋友 可能是在选票上 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judge呢 我没有做过太多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大家选谁 可能都差不多 我有一个老美朋友 推荐说选这个James Levardino 另外也有人说 Terry Adams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 大家完全看自己喜好吧 另外还有一个职位 是county tax assessor 那就是 金晶有一个 400多人大群 帮他助选的这个群 两个候选人都是共和党 其中呢 金晶是我们一个 一代华裔移民 我个人投给了金晶一票了 另外一个James Pressler 我也看到 有朋友 有很多朋友在选他 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很强的 但是我个人的 我们家的这两票 是投给了金晶 我也希望咱们华人朋友 就是能够尽量的去支持一下 一代华人参政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完结洒花 谢谢 讲得很好 谢谢 那我看好像我这个zoom 没有被切断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咱们可以来简单的讨论一下 我们家昨天两票也投给了金晶 当然要支持华人参政 by the way Long已经说了没有 time limit 没有啊 没有 可是我设计的时候 他说 他说那什么呀 他说你这个只能设计 30分钟 我想选40分钟都不可以了 just got a message during the meeting 这样 好了 那挺好的 没有那个limit更好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那我们其实在KT就去 Single Ranch Live也不行 是吧 对 一个是在Single Ranch 一个是在那个Tumpton High School 就看你住哪了 离Single Ranch 比较简单 明天早上就可以开 一般是从8点开到下午7点 对 早上8点开到下午7点 OK 好 什么时候选总统啊 11月份 11月3号 你如果去那个VoterResture网站上 你可以输出自己的状态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他会给你提供link 这个选举的时间地点和选票 都会给你提供出来 OK 现在不能选啊 就直接选就得了 现在不能选 我也希望能找耳朵 现在不能选 都会让你帮忙 让我帮忙 我帮你帮忙